大家好 我是淑恆老师 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 1月8号到1月14号的生肖运势 首先让我们先看到的是 朱兔洋三颗心 找新出路 身心平衡 在这个礼拜朱兔洋会觉得 你在工作上面似乎受到了某些压力 你必须要去找到新的出路 或者是新的发展的机会 不能够做困酬成 在这个礼拜呢 你要强调的是身心灵上面的平衡 如果真的很疲倦 不妨放自己一天的小假 让你好好的呼吸一下 不要总是把压力放在身上 有的时候呢 短暂的休息 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再来呢 我们看到的是 狐 马 狗 四颗心 计划未来 关心家人 在这个礼拜呢 可能有很多的事情呢 需要你去理出头绪来 因此计划未来这四个字 非常的重要哦 你不能再闷着头去做事情了 很多事情呢 你要有一个规划 找到呢 未来的方向 那么呢 还有工作压力或工作繁忙 并不是冷落家庭的借口 所以在这个礼拜啊 你一定要多多的关心家人 可能安排一个温馨的晚餐 增加跟他们相处的机会 甚至呢 听一听 他们想要跟你说什么 才能够更增加家人之间 联络的感情哦 再来 蛇肌牛一颗心 多重压力 心情拉锯 在这个礼拜对蛇肌牛来说呢 可以说是压力山大的一个礼拜 你会觉得不管是工作 家庭 金钱 很多方面呢 那个压力纷纷地向你压迫过来 你会觉得有时候心里喘不过气 但是呢 你要能够怎么样 来调整一下你自己的这个身 心灵的状态 不管是心情怎么样的拉锯 不管是发生了什么大大小小的事情 你要掌握住一个原则就是什么 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 千千万万不要 为了这件事情牺牲了你的睡眠 为了这件事情牺牲了你的时间 而伤害了自己的健康 在这个礼拜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哦 很重要 再来 猴鼠龙五颗心 权力分配 感受真心 在这个礼拜呢 猴鼠龙你会觉得 你好像掌握了好多的权力哦 或者是呢 你有很多决定事情的当下呢 你都觉得 嗯 真是太舒服了 可是呢 要这个舒芬老师要叮咬你 权力是需要分配的 好 不能够把所有的事情自己一手抓 这样子的话 别人不舒服 你更累 还有呢 最重要的是 在这个时候你会觉得 感受到别人对你的真心 也就是说呢 你会发现 欸 太太对我好好哦 小孩子好孝顺哦 我的男朋友好贴心 我的女朋友好温柔 在这个时候呢 反而是经营感情一个 很好的机会 祝福你们 那么呢 我们来加强一下 财运最旺的是属鼠的朋友 工作最强属猴的朋友 桃花最红是属龙的朋友 恭喜大家 两下 台下